中良包装的股票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第一天上市的表现 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以它的股价来看 现在是大约6.5左右的话 在整个2019年预测的市益率 高达30倍 但是这个股票 从它的行业来看 和行业的内在的上升空间来看 在整个市场上 它上市以后 集资以后 扩充的能力非常强 对于现在中良包装来说 还是比较一个 盘子比较小的一个股票 在两三年之内 通过增强盈利模式 然后再加强收购兼并的话 这个股票的上升空间 还是相当大 所以来说暂时 并且现在在资金 比较充裕的情况下 市场上会 资金会趋向于这些 之后发展势头 比较好的一些股票 所以暂时它虽然 适应率较高 但是6.5左右 还是有一定的支持位 感谢您的支持位置 感谢您的支持位置